争夺蓝海探权是全球趋势 其中最关键是藻类养殖技术 农业部渔业署补助澎湖县 办理经济性物种养殖研发及产业推广 日前澎湖县水产种苗繁殖场 在菜园社区活动中心 举行错纵麒麟菜成果发表会 希望再增3-5家养殖业加入量产行列 让澎湖成为海藻养殖的重症 澎湖水产种苗繁殖场 在厂长柯志宏与历任厂长努力下 2019年确立错纵麒麟菜量产技术 2020年成功研发养殖模组 推广渔民养殖 如今位于马公市菜园里 养殖业者黄葱玉与黄在和合作量产有成 以建制两组继45桶养殖设施 全年可稳定生产错纵麒麟菜 用烫了 市场最后知道吗 相当好 但是他这几天温度太高了 夏天比较不好搞 我今年有到年期 市场很好 市场价值知道吗 市场价值今年我们在买是公军无法 不会破坏环境运 就是最用最自然的生态养殖 离地养殖 也是算一种无足养殖 第二点对 这个山河草座我们人田有庞祖 它很有很丰富的庞祖维生素 对那个最基本的 是最好的 它是地热量高纤维的一种典现实物 县政府农鱼局成果发表会 呈现研究及产业辅导成果 现场邀请吴家小馆制作凉拌麒麟翡翠 几种苗场准备海葡萄冰淇淋美食 并实力参观错纵麒麟菜养殖场 农鱼局长陈高良 秘书张鸿安都专程前往 给一个优秀的主力 因为蓝碳的发展 蓝碳绿碳 这个发展是我们蓝碳绿碳的 不过咧 我们所谓的麒麟菜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食用 我们可以食用 我们非常健康 它的交织 但是我们介绍就知道 它的性分对老大人非常好 所以我亲爱的 我们在长寿村 都吃到八一二月 我相信蓝碳菜 我们这些阿桑 我们这些阿伯 我们这些白 都可以吃到八二月 这样说 根据了解 错纵麟菜养殖模组于澎湖养殖环境下 可全年量产 养殖藻体每个月可增值一倍左右 市价每公斤五百元 欢迎路上渔温养殖场加入羊藻减碳的行列 农鱼局表示 养殖业者如药养殖可洽农鱼局 记者 陈荣豫报导